1965年秋天,河北省荆州地区开始修建一座张河水库 在工人们有条不紊的挖掘下 楚国颖都济南城西北方向的望山和沙种地带 一大片地下墓葬显现出来 从此掀开了对江陵望山楚墓发掘的序幕 在望山楚墓群中 考古学家挖掘出土了一把锋利无比的宝剑 这把剑没有一丝秀迹 而且削铁熟尼 在场文物工作者回忆 当考古人员将剑从剑窍中抽出的一瞬间 伴随着一道亮眼的寒光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而一鸣开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素有天下第一剑 青铜剑之王的美誉 为了揭开这把宝剑的不秀之谜 就必须分析宝剑的化学组成 特别是宝剑表层的化学成分 为了不损坏这些宝贵的文物 考古工作者采用了多种现代仪器设备 对宝剑的组成进行了物理检测 根据检测分析 发现这些宝剑的成分是青铜 也就是铜锡合金 锡是一种抗锈能力很强的金属 因此青铜的抗石防锈本理 自然要比铁器高明的多 同时月王勾剑剑 剑身上的黑色菱形格子花纹 及黑色剑格 是经过硫化处理的 这是用硫或者硫化物和剑的表层金属 发生化学作用后形成的